一条大运河半步华下市 这句话说的就是金航大运河 千百年来金航大运河通南北连古今向未来 不仅滋养着两岸人民 更是见证着他们的幸福生活 如今这里也成为了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 一起去大运河风景区看一看吧 孙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通州大运河文化流景区 咱们这边请上车 一起去我们的景区里面看一看 咱们首先所看到的呢 就是金航大运河的北运河河端 哇哦好美 那边是 对这个呢就是咱们景区内的曹运码头 它也是当时呢咱们北京电视台曹运码头 同名电视剧的一个外景拍摄地 现在呢来到的就是咱们景区内的风情不荡景点了 这里呢沿线呢共1.3公里 也是咱们北京地区面积最大的一片鹿尾档 确实走在这其中感觉像是闯入了漫画世界里一样 而且感觉生态环境特别的好 空隙之间空气都是湿润微甜的 像一个天然的大氧巴 穿过卢尾档走到蕴河边有一种豁然开朗眼前一亮的感觉 瞬间就会变得特别的心旷神怡 咱们在木栈道中间呢也是设置了几座这种的清水平台 可以充分地实现咱们人与运河水的联动 咱们这个岸边也是绿树成荫的 到夏天的时候 应该很多骑车爱好者会很愿意在这儿汽车 对 因为你可以看到咱们都是大柳树 在树荫下其实呢道路有比较的平滑 非常适合呢咱们大家可以过来呢骑行漫步 大家呢来到景区内呢 也可以沿着咱们的运河沿线去感受两岸的运河美景 同样呢也能感受到景区内大自然生态环境所带来的这种愉悦的体验 其实今天看了我们整个景区之后 感觉到的是这种秀美的风光 大家在这里呢不仅可以感受到运河的悠悠古运 更能感受到运河的新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